因为没有关系 我们有个状态 当人们在山区小路绵延 看不到镜头 条件恶劣 也缺乏任何医疗照护 平均车程要16个小时以上 才有办法穿越28公里 到达边境寻求庇护 官方就统计 已经有14个人在撤离的过程 或者是盗院死亡 联合国方面 也终于取得亚赛拜人的许可 人道评估代表团 这几天就会出发了